詞曲 李宗盛 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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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大家好 好 我面是Buhayueta 那今天的第一首是我的臭品 憾和白金 ok 西方 你們西方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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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恆河白境 不好意思 我的中文是不是很好的 先等一下 你告訴我 我要調音 OK 因為瓦卡桑要調這個Tabula的音 趁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曲子 那第一首曲子 剛剛那個恆河白境 其實就是瓦卡桑 他之前在印度 都會住在恆河的旁邊 有一個城市叫瓦拉納西 那瓦卡桑在那邊旅行 學習跟感受人生的時候 他就在恆河旁邊 看到了很多景色 他覺得他必須要寫一下 一些什麼當成紀錄 那就把剛剛那樣子的旋律給寫下來 那之前是用 完完全全用印度的樂器在演奏 然後到我們這個時候 就用這樣子的樂器的組合 來跟大家來分享這樣子 那剛剛的曲子 其實比較充滿哲學一點 就是當初我聽到這個旋律的時候 其實我是想要做得很偏煽情 就是二胡其實很容易做出一些 很emotional的東西 但是瓦卡桑跟我說 不要比較好 就是最好是平平淡淡這樣過去 就可以一點點 因為人生的事情很難說這樣子 好這就是第一首曲子 那第二個曲子叫做 瓦卡桑有介紹嗎 五三鳥 五三鳥 你們知道五三鳥嗎 那個是很一般的鳥 今天剛剛我來這裡的時候 那邊我聽到五三鳥的聲音 所以五三鳥是台灣的 original的鳥 然後常常看到 嗯 五色鳥啦 哈哈哈哈 這個應該聽得懂 然後牠們你知道嗎 然後牠們你知道嗎 很漂亮 然後好可愛的小小的你知道鳥 然後牠們你知道看起來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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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個循環去把它搭在一起 對 那五四鳥很調皮很可愛的印象 瓦卡桑就把它寫下來 我們接下來做這首曲子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好 econo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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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好 謝謝 解一首 五三鳥 好可愛的鞠椅子 好累 解一首 好 OK 那下一首是 等一下 下一首是甚麼 午夜榮樹 OK 午夜榮樹 你知道我住在沖河南四角那邊 街友南四角附近 然後那邊有一個小小的箱叫 國旗嶺 國旗嶺一個地方 地名 從我的家裡到那邊是大概20分鐘 最後是大概40分鐘 所以我沒有事情的時候 早上常常去那邊 然後你知道嗎 很好好的早上的運動 然後那邊有一個很古老的榮樹 所以 那個是很特別的 所以我很喜歡那個榮樹 然後我常常覺得 這個榮樹應該晚上是很特別的 你知道嗎 特別的 所以我還沒注意晚上怕注意那邊 因為有一點恐怖 可是應該 這個是我的 imagination 我的想像 晚上的榮樹 應該長次的 所以這一首是我的作品 然後這一首我用 有一點快快的印階 你會來印階嗎 哈利康斯 印階是北印度的 方向烏越的 大港線流 長次 不是不是不是 錯了 對 長次的印階 我故意的 因為那個 印度的音樂是 旋律就是有固定 某一個你只能走的音階 就是你 如果你只要踩到其他的音 你就算是出局 就是他每一首他固定了一個 一個音階的規範 不管是音階上行或下行 所以我剛剛第一次拉錯那個東西 拉錯就完全不是這個事情了 那第二次那才是對的 那我們整個旋律的建構就是 都是只能踩這些音 只能用這些音來做發展 來做即興 那只要你弄別的音 他就說 你是來演不一樣的東西嗎 之類的 所以這個其實是 午夜的榮數 其實是一個想像出來的 覺得有點陰生恐怖的畫面 這樣 那我先說是 上牌 好 OK 記一下 有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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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有一個人 什麼人 都能做 你 我 想像 你 我 我不想像 你 你 那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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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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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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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最后一首 谢谢你们今天来这里 可是你知道上下礼拜 我们在这里对我们的长期的录影 所以两个礼拜前我们在这里 我们录一下我们的音乐这一次 然后应该明年2月 应该我们发信息我们的长期 应该明年3号我忘记看一下 18号谢谢 18号在这里 我们安排我们的长期的合表音乐会 所以如果喜欢今天的我们的表演 你们请来跟你的朋友一起 因为今天比较你知道时间比较短的 所以我们只有五首 可是那天iOS8号是感动感动出一次 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音乐 不一样的节奏 好那下一首是台湾的民谣 应该你们知道六月茉莉 很喜欢我很喜欢 可是这个我们改变完全 北印度古典音乐的风格 所以请听一下六月茉莉 OK好那六月茉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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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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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